迹金局说目前正是测试强迹金电子平台迹金2 不期望可以预期在2025年启用 上任不够三个月的迹金局新主席刘麦嘉軒首次会见传媒 他说工作目标之一是推动强迹金电子平台迹金2 期望2025年可以全面启用 并且可以折省强迹金受托人日后的行政费用 被问到已移民 永久离开香港唯有提早提取强迹金的情况 刘麦嘉軒说目前未有最新的数据 但申请人若果符合条件 亦会按一般程序处理 强迹金法例上是有既定的条件 如何才可以提早提取强迹金 如果永久性离开香港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强迹金制度如果有设计 是容许提早领取的 而那些人士是符合过这些条件的话 就照一样去处理 刘麦嘉軒说虽然去年本港经济衰退 但强迹金总资产去到上年年底 仍然有过万亿 比政府财政储备更加多 他亦都支持取消强迹金对冲 但说这个是属于政府政策范畴 迹金局会全力配合政府的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步